好 各位弟兄姐妹 晚上平安 我们中间停了两周 终于又继续这个基督教要义课程了 那我们一直以来 在查考要义的第三卷的二十章 那我们讲到了 学习了这个祷告的性质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祷告 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 同时呢 因此也产生了一个 神也听不完全之人祷告 以这个为借口来说 那这个祷告的规则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他对他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回应 教导我们祷告 教导我们祷告之后呢 紧接着又谈到这个祷告的中宝 即便我们做了这样的努力 做这样的按照规范规则去祷告 但是我们的祷告仍然是不完全的 我们需要借着我们永远的中宝 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祷告透过基督才能蒙英语 那同时呢 也驳斥了那些天主教 对圣人中宝的这样的谬论的批判 那紧接着呢 我们又谈到了祷告的这个种类 那之前呢 我们停留学了这个私导和公导 个人私下的暗示的祷告 随时随地随处的祷告 还有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公导啊 公共的这种祷告 那今天呢 我们将学习祷告的 种类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语言和歌唱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将进入到主导文的这样的学习 因此呢 今天我们就继续讲到了这个第144课哈 祷告的种类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语言和歌唱 31节到33节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呢 加尔文就谈到了祷告 谈到祷告的时候 他就说到无论是用语言的形式 还是歌唱的形式的祷告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用语言的祷告 大家都知道哈 我们就是通常像我们刚才所做的那样 用语言 无论是用中文 韩文 还是英文 你自己说什么语言 或者是你会其他语言 在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你会英文去参加英文礼拜 说你用英文祷告等等 你会韩语参加韩文礼拜 说用韩文祷告 无论用什么 这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的祷告哈 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提到祷告的时候 说到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我们通常的语言的祷告 另一种是歌唱 值得注意的是 加尔文把赞美 我们通常所说的赞美是 归类到祷告这个题目下来处理哈 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敬拜赞美 敬拜赞美哈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 我们比较重视所谓的赞美哈 甚至一个聚会里面完全以赞美为主体 这样的形式 但是加尔文牧师呢 他把赞美这种形式 划分到祷告里面 也就是说他认为 唱诗只是一种祷告的形式哈 那当然这个划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陌生 当然这个也反映了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哈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说到了 在他的概念当中 祷告这个礼拜的要素里面 比如说有什么 这个蒙恩的手段里面 有讲道 有圣礼 还有祷告 所以祷告里面包含着语言和歌唱哈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 从祷告的层面去认识赞美 这个是对我们非常有益的哈 非常有益的 然而他谈到这个祷告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的祷告 也就是说这种语言的祷告和歌唱形式的祷告 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 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心口合一的 其实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和益处哈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祷告的语言和歌唱的祷告 重要的是在乎内心 你内心所想的 你内心所含的意念 只不过是借着语言和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已哈 那这些言语和歌唱只是由嘴唇和喉咙发出 如果没有伴随着内心深处的这个 你的思想和意念的话 那这种嘴唇和喉咙的声音 只能是惹动对神的震怒哈 这是滥用上帝的圣名和嘲笑他的尊容 什么意思 我们和下面的加尔文牧师引用 以色亚书29章13节到14节的这个经文来做解释哈 那在这里面他引用以色亚书里面说到 以色亚指责当时的百姓他们嘴唇尊敬神 心却远利 他们敬畏我 只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等等 那这里面提到了很重要的是 他们嘴唇在尊敬神 嘴唇上表达对神的爱 而他们实际上呢 内心却是对神很冷漠疏远 就好比我们在旧约先知里面 书里面所看到的那种 很经常重复出现的现象 他们献祭却不诚心的敬拜神 形式上他们还遵守着上帝律法所要求的某种礼仪 还来耶路撒冷 还献祭 还献羔羊 但是他们献上残疾的 次等的 那这个残疾次等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内心当中 已经失去了对神那种敬畏爱和尊崇 他们把那些次等的财物 次等的祭物献上 为什么 把好的留给自己吗 所以在他们内心当中 献祭给神已经成为是 非常令他们心痛的不舍得的事情 或者说他们更爱自己 他们爱惜自己的财物 胜过神自己 神本身 所以这种献祭献上残疾 这个形式已经反映他们内心当中 远离神这个事实 所以他们嘴上可能还进入到圣殿里面 参加这个节期 甚至唱诗 还祷告 嘴尘上还保持着对神的形式的礼仪 但是他们内心当中却冷漠 不爱慕神 不敬畏神 不遵从神 他们不照着神该受的尊敬 尊敬他 不照着神该受的爱戴去爱戴他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那里 他们的财宝不再是以神为至宝 因此他们的心也不在那里 所以他们还表面维持着一种和神的团契 这种形式而已 但是他们内心当中早已心归向了偶像 归向他们自己 归向他们自己的财物 归向他们自己肉体的享受的生活 所以这种表面的形式的赞美也好 这种祷告也好 礼拜也好 不但不能取悦于神 而且实际上是亵渎神 是羞辱神 为什么 他们没有照着上帝应该受的尊敬 爱戴敬畏去看待他 等于偶像化上帝 随意地去支配上帝 以为用那些虚伏的技物就可以欺哄神 可以让他满足 然后获得神的祝福 或者赦罪的恩典等等 所以实际上他们就把活生生的 永活的真神 变成了他们心中 随着自己虚妄的概念 所虚构出来的偶像而已 不是替代 而是直接把上帝变成这种虚假的偶像 随着他们自己欲望去欺哄神 所以这个是惹神震怒的 是羞辱他的圣明 为什么 他圣明该受的那个与心一致的那种 爱戴和敬畏已经不在了 实际上就是亵渎他 实际上就是在嘲弄神 他的威荣 为什么 不再有敬畏 不再有爱戴 所以这种行事嘴唇上的礼拜 不但不能够有任何 在神的面前被神看为好 反而是惹他震怒 是辱没他的圣明 是在嘲笑他的威荣 所以这个性质是 不只是我最近疲乏 不只是怎么样 而是上帝 对上帝一种亵渎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的 祷告和唱诗 当然这个祷告包含着 语言的祷告和唱诗 每一次在神的面前的礼拜 一定要心口合一 一定要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真实 上帝是真实的 因此他应该有的尊从 价值 被视为宝贵的价值 我们之前不说 这个卡布奥德 是吧 希伯来语 这个我只是用注音 卡布奥德 这个荣耀 荣耀的意思 其中原文的字 跟有这个重量 分量的意思 我们照着上帝 原有的那个分量 去看待他 该照着他 该得的敬畏去敬畏他 该照着他 受的配受的尊荣 尊荣他 照着他 该受的尊从 尊从他 这就是荣耀神 尊荣神 因此照着神 真实的身份 荣耀尊贵 我们应该真实的 真诚的 对待他 配得的 一对一的 相应的 合适的 恰当的 理所当然的 归给他 才是 但是当我们 不照着他 他所示的 不照着他 该受的尊荣 去对待他 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 虚荒的人 虚妄的人 因为我们 以虚假的态度 不合适的 不适切的态度 去对待他 因此 这一定会 惹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当 带着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爱心 真实的 敬畏的心 去在他的面前 礼拜 特别是 在祷告的时候 那很多的时候 我们应该 为着我们的 祷告而祷告 就当我们 来教会 礼拜的时候 公礼拜 因为这里面 说到的是 大部分是 这个公礼拜的 里面的祷告 接续公礼拜 那个主题唱 唱诗 也是大家一起唱的 一起祷告的 这个内容 后面会提到 因此呢 当我们来到 礼拜的时候 我们应该 为自己祷告 其中除了悔改 认罪 求神的饶恕 保血之概 也要为自己的祷告 能够献上 这种蒙神 悦纳的祷告而祷告 求圣灵光照我 引导我 预备我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 无论遇到各样的失恋 还是在生活当中繁忙 身体的疲惫 我们容易软弱 正因为软弱 又不能打折 献给神的礼拜 所以我们尽心尽心尽力 献给神的礼拜 要为这个礼拜 做预备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多次强调 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简单的 打完招呼 就OK了 不要持续在后面 七七扎扎的 去聊些 聊天聊地 把一周这个没聊完的课 都在教会里聊 来教会礼拜 比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交 更重要的是礼拜神 当然这也包含着水平的 圣徒相交 但是那是礼拜之后 不是礼拜之前 所以弟兄姊妹 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 一定要安静在那个 简单的这个 彼此问候以后 之后 人之常情 打过招呼以后 就安静坐在那个位置上 为自己的礼拜 做预备祷告 这个很重要的 听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铭记在心 因为我发现 我之前讲到这个了以后 很多人还是当耳边风 这个礼拜的时候 还在后面叽叽喳喳的 那样的去说话 按人的层面 好像很人情味 在神的面前 其实得罪神 我们缺少那种 对神应该有的敬畏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一定要注意 培养自己那种 对神那种 来到神面前的那种意识 那种敬畏的那种意识 我们不像异教徒那种恐惧 只是恐惧 但是在对神的敬畏里面 包含着惧怕 也包含着对他的爱 是吧 我们不因为爱他就放肆 因为还有敬畏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不因为惧怕他 我就恐惧战尽 我就远离神 因为还爱他吧 所以这两种情感 应该在我们里面 建立起来 培养起来 不至于我们来到教会 礼拜神的时候 好像就参加个卡罗K 什么歌会一样 带着那种轻面的态度 那种虚浮的态度 然后像坐着听 这个一片歌唱会 似的那样的 随意 那种不敬钱的态度 如果那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已经 在惹神的愤怒了 所以很多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真的不知道 他们自己所行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建立在这种 对神的真实的认识的基础上 培养出来 有这种相应的心态 去对待神 敬畏我的 我就尊敬我的 我就尊敬他 上帝是人格的 一个不尊敬神的人 他的祷告是令神厌恶的 真言书里面说 一个藐视上帝律法的人 殷皇的律法 他的祷告也是可证的 平时不留意听神的话 然后需要的时候 就撕心裂肺 扯着嗓子喊 这种祷告是令神厌恶的 当然 上帝因着他的怜悯 借着苦难 圈一个迷羊 回到神的面前 当他撕心裂肺祷告 甚至伴随着真诚的悔改的时候 上帝也怨恶他 这是上帝管教 那些软弱无知的百姓的 其中一个手段 但是我们不能 就是平时忘记神 像个无神论者一样 然后结果 关键需要的时候 又想起来 临时抱佛腿 这种不敬前的心 是惹神愤怒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要注意 祷告里面包含两种形式 这个加尔文牧师谈到 无论是用语言的祷告 还是用歌唱的形式的祷告 语言的祷告和歌唱形式的祷告 一定伴随着内心的真识 发自内心的 所以避免那种有口无心的 这种只用嘴皮子 跟着旋律去唱一些歌 而没有内心和歌词 所一致的这种告白和信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此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我们选择这种歌词很重要 选择什么样的歌 很重要那个词一定要符合圣经的 教理正统的信仰 所以而且我们也要留意 等等其他的东西 我们稍后会谈 稍后会谈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是 心口要一致 你所唱的 是你里面真诚的告白 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 更何况我们和上帝呢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需要留意 留意啊 带这种意识 要注意自己的心的光景 不要这个随着这个旋律的 唱一些有口无心的这样的歌词 这个是不能蒙神喜悦的 既没有价值没意 反而招神的愤怒 是嘲弄 滥用神的圣民 而且是在辱墨神的这个威荣 那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加尔武牧师对这种祷告的态度 也就是说这种语言和歌唱的 形式的祷告的态度 首先呢 他他谈到了 只要我们是心口合一的 这种发自内心的 无论是语言还是歌唱 只要出自真诚的 与心一致的 那加尔文牧师不但不谴责 反倒是强烈支持 那关于唱诗呢 我们看到在宗教改革时期 那个词运里呢 他对唱诗比较过度谨慎 甚至主张这个不用乐器啊 甚至他认为唱诗最好是 那种唱的时候近乎朗诵 朗诵而不是歌 所以他我们今天来看待 他是有点好像过度保守 那甚至他严厉的抨击 那个重启派的这个主张 认为他们唱诗太过自由 那加尔文和路德呢 他对这种唱诗形式的祷告呢 相对比较更加开放 就是不像这个词运里 这么过度的谨慎 反而是积极的肯定 支持 甚至是强烈的支持 只是要谨慎 要求是什么呢 一定要与真实的心一致 真实的心一致 所以这是加尔文牧师 我们看到他对祷告 无论是语言上的形式的祷告 还是歌唱形式的祷告 提出了这样的 比较中肯的立场 不谴责 甚至是鼓励 但是一定要注意 心口要合一 那他提到了这种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方面 是说到了我们需要这种辅助的手段 为什么呢 是我们软弱的缘故 我们软弱 软弱的缘故 为什么说我们软弱呢 这里面说到 借助这种语言的或者歌唱的形式的祷告呢 帮助我们活泼的思想上 注意我们刚才说了是内心哈 内心就包括我们的理性 包括我们的心灵和意志态度 特别是祷告 无论是用语言 你的语言要是经过你的大脑和心灵哈 一定要思想 这种语言只不过是你所想的和所存的意念的一种外在的表露而已 所以一定要运用我们的思想 千万不能是不经过大脑的有口无心 不走心的这种说法 这是再次强调 祷告一定要有悟性 虽然保罗说我用灵祷告 我们先不解释这个灵祷告到底是指什么 当然保罗是指方言 然后又指悟性祷告 他说一定要用悟性祷告 这样的话 否则就对我的悟性没有益处 因此呢 我们看到很注重的一般性的道 当然我们这里面说到是公共的礼拜当中的公道嘛 因此保罗也仅止在公共领域方言的缘故 所以在这里面当然是指用悟性的祷告 经过我们思想的 而且我们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呢 用语言用歌唱 辅助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心浮躁易变哈 然后反复无常 甚至我们容易松懈 不容易专注啊 被各样的事物扰乱 因此呢 开口的时候 有的时候帮助我们集中精力啊 或者是唱诗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今天唱诗的时候 移民唱的时候 那个歌词就是加上旋律的一种祷告啊 加上旋律的祷告 因此既然是祷告 那就是发自我内心的 对神的一种告白 然后经过我的思想 我所唱的那个歌词和我的信仰 信心是一致的 无论是对神的美德的称颂 还是对神的呼求 还是对神的颂赞 还是诉说神的作为 等等都应该是出自我的心灵 出自我的信心 出自我对祂的敬畏和爱 在这样的情况下 唱出来的 便与我们的思想专注和集中 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 有的时候我们无法专注的时候 无法专注的时候 无法祷告 祷告不出来的时候 多唱一些好的诗歌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甚至我们心心软弱的时候 甚至我们心里被压力大的时候 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唱一些好的诗歌 有利于我们 借着这个歌词 去向神祷告 使我们的心思更加仰望神 专注于神 更加求告他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为什么 加尔文牧师强烈支持呢 鼓励呢 因为他第一 他谈到了我们人自身的软弱 我们的心思想不容易集中 我们容易分散 被各样的事情困扰 松懈 而且反复无常 而且容易易变 所以当我们借着唱诗的方式的时候 这个思想就相对容易集中 相对容易集中 我们我想大家的经验当中 也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当大家甚至有的时候软弱 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 心里面就圣灵可能会提醒我们一些 好的诗歌 让我们去唱 那你就随着这个诗歌去唱就好了 结果你发现那个诗歌的内容 可能跟你现在的处境正好是适切的 而且那个诗歌可能是超越你自己的语言 所能够表达的美 或者是准确 能够帮助你去专注的向神祷告 所以这是第一点 加入牧师鼓励支持这种行事祷告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软弱 所以需要各种辅助的手段来扶持我们 帮助我们 那第二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从神的创造的角度来看 他说到神创造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 都应该彰显神的荣耀 其中他就谈到了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舌头 上帝造我们的舌头 就是明显是为了赞美 唱诗 诉说 宣讲 讲述 宣扬 为了宣扬什么 所以你发现 这个他谈到我的舌头 舌头不只是我和人之间沟通的缘故 舌头帮助我品食味 感知这个食物的味道 或者说帮助我搅拌食物 或者是帮助我 这个其他辅助性的作用等等 他谈到了舌头是为着上帝 而存在的功能的方面来说 是提到赞美 诉说和传扬上帝本身 因此他说上帝造的这个身体 各个部门就应该彰显神的荣耀 从这个角度 我们的生理 我们的器官 从创造的目的的角度 他理所当然就是应该 歌唱和语言来尊荣神 所以他提到了舌头主要的用处 当然是不否定其他用处 是在圣徒聚会的时候 注意我刚才说的公共的 聚会的时候 以一个心灵 就是大家同一个心灵 同一个信心来祷告神 来侍奉神 一口同声的 去献上荣耀他的这个公道的时候 以至于一个信徒 从这个每一个信徒 从弟兄的信心和宣告里面 可以彼此激励 去鼓励勉励 然后甚至是去效法 所以当大家一起来祷告的时候 当然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谈到这个代表祷告 或者是一起来同心合意的为某个事情祷告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某一个弟兄的信心代表祷告 那他的祷告里面所表达的信仰告白 信心可以激励别人 甚至可以让别人去效法他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有益处 因此呢 我们看到他就谈到舌头的这个功用的角度 理所当然借着语言的方式祷告 或者歌唱的祷告来发挥这个功用 而且我们看到不仅谈到这个舌头的功用 应该去主要去尊容神 传扬神 诉说神 宣讲神 同时这个舌头发出的声音 在礼拜当中的时候 还有一个附带的功用就是 去造就建立别人 激励别人 说造就别人的好话 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从这个两个层面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 他鼓励我们用语言的形式 或者歌唱的形式去祷告 这样的话 既能够帮助我们去专注 帮助我们的这个软弱 集中思想 专注在神的身上 去心口合一的去称颂神 然后同时让听见的其他人 也得到激励和效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 加尔文牧师是鼓励这种方式的 无论是从肢体 器官的创造的目的的角度来看 还是我们堕落后 蒙救赎之后 我们自身的软弱 需要一些手段 帮助我们 集中去思想神 专注神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他谈到了这个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 在教会中 在礼拜的这个诗歌的使用上 他谈到了这种传统的 是非常古老的 这是第一点 教会诗歌的传统很古老 而且使徒们也有使用唱诗的这种先例 使徒保罗说到 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当然保罗在这里面 也用诗章 诵词灵歌 彼此教导互相劝密 心悲恩感歌颂神 当然加尔文牧师在这里面 谈到他说的用灵歌唱 乃是指这个方言 当然这种均衡的 像有一些灵派 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方言 是不是真的方言 这是另一个话题 所以保罗时代呢 他们是用方言等等 应用悟性 就像格林多书里面 谈到了很多什么这样的现象 所以保罗这里面 灵歌唱 上下文是指方言 然后应用悟性歌唱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要注意 和我们今天可能有些差异 但是这里面 他强调的是悟性 悟性歌唱 用思想 用我们的理性 用我们的心灵去歌唱 然后是用诗章诵词方式的问题 心很重要 心被恩典感动了 所以心里面有这种感恩的感动 所以表现出来了 用语言去歌颂神 内心心口合一地称颂神 然而呢 虽然他古老 有使徒的先例 然而这种做法并不普遍 注意 这种传统很古老 而且使徒们也在主张 甚至也这么做 但是这种做法不是很普遍 然后他就举了奥古斯丁的见证 这里面就谈到了 奥古斯丁谈到了 说在安波罗修的那个时代 米兰教会首先 当然这是奥古斯丁的见证 开始唱诗 然后当时 这个华伦提案的母亲 查斯丁那 正在逼迫正统的信仰 也就是说 当时的教会 这种正统信仰 受到他的这个逼迫 然后会众比平时更加警醒 后来呢 其他西方教会也彼此效法 他们为了这个 抵挡那些妨碍 面对那些抗压 他们采取这种唱诗的方式 使自己更加专注 然后更加有力量 去抵抗这种迫害 避免这种干扰等等 然后其他西方教会 也开始效法这种做法 在前面 他说各这种唱诗的习惯 是从东方而来的 先从东方 然后再从西方 也效法东方的做法 这是奥古斯丁对诗歌的 传统的这种见解 加尔文牧师 在谈到奥古斯丁的立场的时候 做的说明 那还有呢 紧接着呢 他说到了奥古斯丁 谈到了一个这个民 这个保民官 这个罗马的一个 这样的官员的一种形态 叫做希拉流 他恶毒的谩骂 当时迦太极新出现的一种习惯 就是从诗篇当中摘取段落 作为赞美诗 然后在领圣餐之前后 在祭坛处歌唱 这是引用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话 奥古斯丁的见证 所以可见呢 这个当时呢 有一些教会产生了这种 唱诗的这种做法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第三方面 他对这个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就是前面说到了这个唱诗的传统 这个使徒的 古老的传统 使徒的先烈 然后他也谈到了这个 奥古斯丁的这种见证 证明了这种 虽然有悠久 但是不是普遍 先东方后西方的这种 奥古斯丁的见解 然后同时呢 也说到了这种 在教会当中使用 他们谨慎的这种态度 加尔文牧师说 当然如果神和天使面前 合一的 庄严的唱 注意啊 在神和天使面前 合一的 合适的 恰当的 而且庄重的 唱歌 注意 合适的 庄重的这种态度 不但能够增加 礼拜的这种 崇拜的尊贵和优美 也能够激发人心 尊贵和优美 是向着神 激发人心 是造就人 在祷告时 达到真正的火热 让大家能够得到激励 火热地去祷告 然而 这是他所担心的步伐 然而 加尔文牧师所担心的 这个是谨慎的态度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谨慎的态度 可见加尔文牧师 做神学的这种谨慎的态度 免得我们过意注重音乐 而不注重歌词的属灵意 好了 弟兄姊妹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相比我们今天当下的处境 当今的礼拜 大部分比较注重音乐 因为现代人 当其实加尔文时代的人 那个音乐已经很发达了 在当代也有很多这个文艺复兴啊 带来的很多大事音乐家们 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懂音乐啊 甚至这个词韵里 他会七种乐器啊 宗教改革家 他们也是多才多艺 他们不是不懂音乐啊 我们以为我们处在后现代的 所谓后后现代的人 常常藐视这个四五百年前的人 以为他们不懂得现代的一什么心理啊 或者是说一些音乐啊 其实他们对音乐造诣很深的哈 因为他们接受古典教育里面 其中包括音乐哈 所以什么等等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加尔文牧师说 免得我们过重注重音乐 却忽略了歌词 所以什么意思呢 音乐只不过是为着歌词辅助而已 帮助我们击中 帮助辅助我们的软弱而已 但是往往很多的时候 用我们今天的处境来看 今天是一个注重音乐的时代 甚至有的人这个用音乐什么 做心理的医治 音乐治疗什么白噪音啊 或者运用一些音乐 我们不否认人这种灵魂 是非常奇妙的存在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就不是造我们在真空的里面 上帝造我们处在一种 立体的空间的里面 这个空间包括我们生活周边的人 亲情友谊朋友社会 还有垂直的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甚至我们和灵界的天使也有关系 还有就是我们和自然也有关系 包括上帝造我们的耳朵视觉 我们就和光和音乐声音有关系 包括我们心理上的反应 感知一些灵界的等等 等等很多和味觉气味也有关系 因此我们人常常和我们周边的环境 是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生理 我们的心情 受到音乐 气味 声音 或者视觉的冲击 影响 这是无可避免的 上帝造的鸟叫 和流声 为什么对我们心里产生微妙的 那种治愈的 那种让人舒缓 那种压力的那种效果呢 那就是上帝创造的美好 让我们出一途 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自然之间 有一种微妙的这种交通和 共存的这种关系 但是呢 随着时代的推移 人的堕落 人也会产生一些邪恶的音乐 甚至一些崇拜撒旦的人 搞音乐的乐队 他们甚至把自己献给撒旦 然后他们从撒旦那里获得灵感 甚至制造出很多这种有害的音乐 所以不一定所有的音乐都是健康的 所以保罗也说 不是所有的声音 不是没有 没有一个声音不是有意义的 当然他的指的声音是 宇宙当中的声音 包括我们舌头发出的声音 那当然还有一些 将自己身体献给撒旦 包括一些这个心理医生的大师 他们其实都拜魔鬼 因此他们在将自己献给魔鬼的时候 他们所制造出了 获得灵感 制造出了一些音乐 或产生一些理论 他们就在这种产生一种 毒害人精神和灵魂的效果 因此不是说所有的音乐都是好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因此在这种我们强调音乐的重要性的时候 甚至有一些歌曲 那种后现代的音乐 重复的 重复的出现一些简单的 我们说的洗脑的那种歌词 那样的歌词 其实都是从一些什么 包括嬉皮啊 包括后来的这种后现代音乐里产生的 甚至这种文化也影响了教会的敬拜赞美 因此现在教会里面敬拜赞美 也是比起那种深邃的歌词 一个完整的教义 一个对神的认知的告白 和对神的求告 或称颂神的完整的歌词 很多的说什么重复 重复的什么 那个那样的词 而且那个重复 很多的时候都是非常简单 肤浅 没什么深刻意义的 但是我们就重复重复 但是我们伴随这种音乐 带有催眠的功能 大家就陶醉在一个肤浅的 却重复的那种 令人兴奋的音乐里面 所谓的敬拜赞美 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谨慎 音乐是辅助性的 我们不否定音乐的作用和价值 但是人是有悟性的 上帝造我们 赋予我们灵魂 因此他喜欢我们 不是那种处于那种倒空的 那种处在半催眠状态下 发出一种有口无心的 这个随着音乐 像念咒语一样的那样的敬拜 上帝喜欢的是心被恩感承受神 一个人认识神的恩典 认识神的知识的基础之上 被感动而发出对神 应该有的尊从 不是在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里面 半催眠的状态里面 这个有口没有心的这种赞美 所以一定要建立在对神的认知 当然这个认识包括圣灵的作用下 在宣讲神的话语下 你对神有新的认识 体认 或者是你在经验当中经历了圣经里面启示的那种神的良善 神的大能 神对你的眷顾 神对你的回应 你感受到神的真实的恩典的时候 你发生了对他的属性和作为恩典的 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感慨 感恩敬畏 所以你的口是出自你的心 而你的心是对神有新的觉悟 新的经验 新的认识 而带来的 所以加尔文牧师在这里谈到用音乐的时候 恐怕我们太沉迷于旋律的优美 我们说到了这种音乐对人心里的影响 加尔文牧师不是不懂这一点 他知道音乐的这种魅力 他就怕我们的礼拜就流于旋律 而空洞 没有词 不注重词的属灵意 所以大家我们对神的礼拜和一般的音乐会的差距就在这里 音乐会重点是在于人的感受 因为艺术很多都是强调人的感受等等 或者是歌词 因为音乐吧 这个东西本来就你不要太认真嘛 是吧 当然你要是追求高级的艺术 你发现现在这种网络音乐 就一些低 这种低俗的一些音乐 没有什么你是我的小苹果呀 什么我对你的爱呀 那种没有什么深邃的 以前比如说这个 有一些歌手 是吧 这个他们的词里面是对人生 对爱情或者对生活一种很深的体会 用一些相对比较这个深邃的歌词表达出来 即便是浅白的也是有深度的 对人生的有些动见和体会的 但现在一些网络歌曲除了漏肉以外 一些这个旋律以外 一些技巧以外 很多的词都是很低俗的 没有什么灵魂深邃的东西 所以丢子妹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礼拜不能受这种 世俗的这种潮流音乐的影响 以至于变质 歌词比歌曲更重要 甚至轻唱 但是重要的是词 当然我们不会极端的 加尔文也不会极端的 完全把音乐的这种否定掉 但是一定要注意 音乐不能替代歌词 一定要歌词 我们的理性和灵魂 思想神的作为和属性 照着他该受的尊从 借着音乐的辅助去呈颂神 这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看到加尔文 他对这方面的音乐的使用 歌唱的这种态度 是积极的 但是是谨慎的 只要我们不流于那种形式 只是流于形式的 随着音乐的旋律 肉体的快乐 那样的音乐的效果而已 忽略歌词的话 属灵意义的话 它是乐意我们 积极使用音乐的 前面已经谈到了 因为我们的软弱 需要一些辅助性的 这样的手段 所以可见加尔文牧师 不是保守到老古董 这个好像不懂得生活 不懂得艺术的美好等等 所以改革宗也不是那种 保守到老古董 那种盲目的守旧的那种 不食食物的那种保守 是健康的保守 他们担忧的点 是不至于丧失一些核心的价值 但是他们又不忽视 这种恰当的辅助的手段 那奥古斯丁呢 他也谈到了这个 他的担忧 由于惧怕这种危险呢 他有时候甚至 采用亚他纳修的做法 他在这里面说 甚至让诵读者 采取柔和的语调 使其比较接近朗诵的这种 而非歌唱 担心大家 亚他纳修更保守 担心大家流于音乐的这个沉醉 而忽视歌词 甚至用这种朗诵的方式 帮助我们集中默想歌词的意义 属灵的意义 去表达对神的这个心 口合一的这种称颂 当然这是过度的这种保守 那奥古斯丁甚至觉得这样 但是呢 当奥古斯丁想到歌唱的许多的益处 你还发现 加尔文是追随奥古斯丁的传统 想到歌唱的这种益处的时候 他又倾向于采取 与之相反的做法 就是大家能理解吧 他们是担心我们流于形势 沉浸于音乐的旋律 却忽略了这个有口无心 不伴随着默想歌词的意义 只是麻木的随从旋律的美好 然后礼拜就变成形式 所以他不采取这种亚他难修 这种过度严谨的态度 而是采取这种中道 既采取音乐的长处 益处 但是又避免这种形式 流于形式 那加尔文呢 他说做了这个总结 如果能够节制的话 就是避免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 那么毫无疑问 歌唱是一种极其神圣的 既借着美好的旋律 又是使我们集中思想 神的属性 神的作为 神的美好属灵的意义 借着口唱心和去称众神 而音乐作为辅助我们的这样的工具的话 这是非常好的 有益的做法 是神圣而有益的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歌唱的作谱 这个诗歌的作谱呢 只是取悦于耳朵 不但与教会的庄严 注重庄严 所以这里面庄严很重要 诗歌作曲作谱的时候 作曲这个谱曲作的旋律 一定要庄严 不至于让我们放纵 过度的激动我们肉体的这种兴奋 以至忽略这个庄严 所以这是基督教音乐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很多现在的福音诵歌 很多所谓的CCM 或者现代的这种什么音乐 基督教的所谓的音乐里面 有些诗歌不适合主日崇拜呢 为什么 它不够庄严 你个人唱 兴奋一下就好了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那种治愈 甚至这个Healing Song 是吧 这个阴王歌里面 直接带着这个什么治愈的这个 颂歌 那既然治愈了 可能焦点就在我们自己 而不是礼拜神了 所以这种就不适合礼拜的时候 这个用 因为它不够庄严 甚至它的方向性可能也有问题 不是礼拜神 所以加尔文牧师的态度呢 就是鼓励我们尽量做旋律的时候 因此赞美对选歌的时候 选歌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飞在老太龙中那种 像哀歌一样 那样的压抑的歌曲 但是一定要注重这种庄严 适合礼拜唱的诗歌 至今为止 大家都做得比较好 歌词啊 包括这个旋律啊 都比较适切 所以这里面 与教会的庄严 要相称啊 所以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说的 这个作曲的时候 旋律也很重要 免得这个神不喜悦 所以我们看到 加尔文牧师这个 非常均衡 而且这个非常均衡 然后呢 紧接着呢 加尔文牧师谈到了教会中 语言的使用 前面谈到了 祷告的其中一个形式 就是诗歌唱诗的形式的祷告 那现在呢 就谈到语言的形式的祷告 那关于在教会当中 语言的使用 也就是说 用语言祷告的这种使用呢 他第一 他主张 当然要用当地的语言 这个抱歉啊 这个内容错了 当地的语言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我们能够听懂的 那种语言啊 什么原理呢 保罗说 我不仅用灵歌唱 还用悟性歌唱 甚至教导说方言的时候 在会众的时候 仅止说方言 为什么 方言如果没被翻出来 别人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就不能造就教会 因此大家在礼拜的时候 讲到要用 大家会众能够听懂的语言 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礼拜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中文讲 当然你要是说在美国五代 这个已经去美国五代的 可能丧失中文的这种能力了 那他们可能会用当地的英文去礼拜 那个虽然是华人 虽然是这个中国人的血统 但是他们仍然 他们是这个用当地的语言 他们共通的通用的语言 彼此能听懂的 会众是英文的话 英文语言的话 那牧师当然用英语讲了 会众如果是只能听中文 当然是牧师要用英文讲到了 然后会众如果是韩文的 这个语言的话 那当然牧师应用韩文讲了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广东话呀 什么闽南话呀 其他语言或者是其他民族的语言 重要的是同一个语言能够共通 祷告要用自己的母语 那这里面就暗示着天主教的神父 他们礼拜的语言一般是用拉丁语 那会众就像傻子一样 在坐在那 神父在那讲 用拉丁语送诗 用拉丁语讲道 用拉丁语去祷告 那会众根本听不懂 就没有办法阿门嘛 保罗说你用 你祷告的固然好 称颂人好 但是会众就没有益处 没有办法接受造就嘛 会众也听不懂你说 没有办法你称颂的时候就阿门嘛 所以就没有办法互相勉励造就了 因此一定要用当地的语言 所以那种在教会里面 方言祷告是需要禁止的 这是分明圣经的教导 会众聚在一起的时候 不要讲方言 你自己回家讲方言好了 那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用我们中国人最近所习惯说的话 讲人话 人能听懂的话 不要讲那个天使的话 或者什么其他语言 人们听不懂的 那大家都用听得懂的话 就互相激励得造就好 当然你讲那个天使的话 上帝也能听懂 但是问题是会众听不懂 所以礼拜 公共礼拜的时候 不管是你个人的问题 你和神的问题 还有大家的水平的层面 所以一定要讲当地的语言 就用我们的母语 或者是我们共同能听懂的语言 那第二 要牢记一个原则 加入我们牧师提供 我们一个牢记原则 就是不论是公道还是私道 言不由衷 必然不为神所学 这是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 无论是诗歌还是语言的祷告 重要的是心口合一 心口合一 这是很重要的 你公祷告的时候 你广注重华丽的词道 忽略了诚心也不行 那你私道的时候 你广注重堆砌词语 然后却忽略了 发自内心真实的祷告 这个也就本末倒置了 所以一定要发自诚实的心 上帝是灵 他见长人心肺腑 他虽然倾听我们语言的告白 但是他也在乎我们 发自真心的告白 所以礼拜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真实真诚 发自内心的向神的祷告 有的 第二 心思必须带着这种热情 热切的 不是冷冰冰的 一定要默想 这个反思要提 不要随意的说了一些话 重要的是我的心思集中默想 我心里所想的 带着这种默念 想的 我跟神说的内容 真的是发自我悟性的 我心思的 带着热情的 祷告 甚至有的时候 远超过语言 你心里所想的 超过你语言所表达的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 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情况 有很多 但是你一定要心思专注于神 心思要思念神 然后借着你的语言 火热的心 灵 然后用语言去表达 对神的祷告 无论是诗歌 还是言语的祷告 然后第三呢 在思道当中 言语甚至不必要的 除非内在的情感不足 不足以激动我们 或者心中的热情 热情不自尽的 使舌头发言 什么意思呢 我们私下祷告的时候 不是公道 私下祷告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叹息 你有的时候不必要故意在神的面前说很多的话 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个错觉 就以为一定要多说 一定要说点什么 其实上帝是见长人心肺腑的 我们为祷告之前 我们心里所想 我们所信用的 我们的光景 处境上帝都知道 但是上帝所要的是 我们去依靠他 哪怕我心里依靠他 我不知道怎么为我的处境祷告的时候 你就干脆就不用废话 不用刻意的去堆砌一些漂亮的话 跟神讲 因为上帝知道你那些 你哪怕叹谢主啊 你知道我现在光景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该如何为自己祷告 但是主啊你知道 你帮助我 真实的掏心窝子的去讲就好了 有的时候我们故意堆砌一些词枣 以为用那种漂亮的语言去说服神 神好像祷告效果更好 其实适得其反 上帝喜欢我们依靠他 投奔他的心 态度 真心很重要 有的时候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 一方面我对我的处境 不完全了解 第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更完美的为自己祷告 那你就干脆就叹息就好了 主啊你都知道 主啊你都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祷告 但是主你都知道 你按照你的智慧来帮助我 打救我 超越语言的祷告 叹息 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吗 我们每一个叹息他都知道 我在远处 我在近处 我坐下 我起来 我心里的意念 你都知道 这个就远超于一切语言的祷告 那种心里的依靠 那种超乎语言的告白 已经全盘兜底仰望神了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软弱的时候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 你就不要刻意的心急在神的面前讲话 安静下来 静默 哪怕唱几首诗歌 专注着思想神的慈爱 也留意思想你现在的软弱 你现在的处境 你的问题 然后叹息 主啊你知道 我现在光景 你比我更知道我现在的景况 你也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主啊你的智慧超过我的智慧 我向你申请的这个报表 可能不完全 但是你对我的事情的判断 远远超过我的判断 主要帮助我 按着你的智慧引导我 这种祷告比你具体的 有限的祷告更有效 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 你就直接这样祷告就得了 不必要刻意的堆刺一些词早 然后说一些心不由心 这个不由心 心不由忠的这样的言语 所以弟兄姊妹 神是知道你的 神是爱你的 神当然知道你的处境 所以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 什么表达的时候 主都知道 你一句话就好了 思想那些神 建成我们肺腑心肠的 那样的经文 帮助我们去投奔他 哪怕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表述 上帝都知道 但是你心里呼求他的时候 他就应答我们 那个信靠投靠投奔的心 爱慕神寻求神 迫切仰望他的心 超比我们的语言更重要 这是指思道 不是公道 你公道的时候 当然要用你的语言去表达出来 不然的话 你说主啊 你都知道 慧众们就没有办法赞同 所以公道和思道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思道的时候 有的时候心比语言更重要 那最后呢 加尔牧师简短的谈到了 祷告的姿态 礼拜嘛 礼拜 内心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人这种存在呢 内心和外在 往往寻求一致很重要 就像我们对一个人尊敬 我们的表情 我们的眼神 我们的语言 要同样的和我们内心 对他的尊敬是一致一样 我们对神的敬畏 既然祷告是礼拜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和缓解 那当然我们的姿势 和我们内心要一致 那跪着 这个就不用多废话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对尊敬的人的时候 我们最心灵深处 如果产生最大的敬畏的时候 一般的时候都会跪下来 对王 对神明 是吧 都跪下来 那种表明自己的自卑 和对对方的尊从 还有就是脱帽 脱帽 脱帽这是当时 加尔文时代 也是一个礼仪 见了面的时候 要脱帽 对对方那种尊敬 甚至那种礼仪 是吧 等等 那大家在礼拜当中 当然也是脱帽 对不对 那现代的青年人 跟不一样 对不对 现代姐妹们 我们疫情期间 戴着口罩 是吧 我们有的时候 起来的这个时候 洗头发 头发乱乱 可能着急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戴着帽子 礼拜 当然现代的 可能教会礼拜 可能对这方面 因为文化变了 那种尊敬的那种概念 也稍微变了 即便如此 倘若可行的话 我们来礼拜的时候 尽量穿 稍微庄重一点的衣服 不一定像牧师这样 打着领带穿着西装 没必要 太热 然后大家至少穿 稍微庄重一点 既这个是天气热的时候 当然你不必要穿那么热的 要死 遭罪 穿一些稍微 这个 庄重一点的衣服 适切的衣服 来礼拜是比较好的 以适切的姿势 虽然现在的礼拜的场所 一般都有椅子坐着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会站起来 有的时候坐下来 坐下来祷告也不是不好 那但是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以庄重的态度 那以前的教会 可能都是那种 在一个什么像地上 铺上垫子那样的 是吧 甚至家庭教会 可能有抗那种形式 然后铺垫子等等 那跪着当然好 跪着有跪着的这种好处 那我个人习惯的时候 如果可能的话 我还是喜欢跪的 那种跪 那种态度和姿势 一致的心就不一样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坐着就不尽情 坐着仍然有前程 我们开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 甚至有的时候 站着走路的时候 有些特殊情况 你不得不躺着的时候 并在床上的时候 诚心仍然可以祷告 上帝根据你的处境 和你诚实的态度 去悦纳你 当然我们可能的话 尽量是以最庄重 最适切的姿势 表达我们内心 对神的尊从 这个是很重要的 内心和外在一致的 那样的态度 那OK 那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主要讲到了 这种祷告的两种形式 语言的歌唱的 这两种形式 加尔文牧师说到 最重要的是心口合意 外在的语言 歌唱也好 这个语言的也好 重要的是发自 诚实的心 默想 默念 悟性 专注 集中 不要分心 不要散漫 再也就是彼此造就 语言 用母语告白 出来的语言 祷告 唱识 可以激励别人 勉励别人 让别人可以效仿 等等 你的告白 你的称颂 可以激励别人同时 也让别人效仿 然后再也就是 同心合意 同一个语言 发自同一个告白 我们一起阿闷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建立这个群体的益传 然后尊容神 借着发自心口合意的 然后用真诚的 专注的 同心合意的 就能够尊容神 与之相反的是 有口无心的 或者是等等 然后再也就是 只是陶醉于音乐 却没有那个 注重这歌词的 属灵的意义的 那样的赞美 不能尊容神 甚至是 惹神愤怒 辱莫神 然后再也就是 简单最后提到了 祷告的姿势 既然有诚实的心 尽可能以 最诚实 士气的姿势 姿态 来表达我们内心的诚实 比如说我们跪着 比如说我们脱帽 比如说我们以 适当的 这种衣服装 装饰 来礼拜神 这个都是 很重要的 好 然后这是 因为这种姿势 是与内心的态度一致 既有内在的 诚实的心 外在的形式 也很重要 那你说 神看过内心 不在乎形式 不是的 我们追求的是 表里一致 对不对 然后最适切的 恰当的姿态 表达我们的内心 这就是身 心 灵 一起来 礼拜神的 理想的模式 比如说跪下 重点是 希望大家以后在 礼拜 在公 礼拜的 祷告 无论是语言的 还是诗歌的 形式的 祷告 在姿态上 在心灵上 要注意 我们如何献上 更蒙神 喜悦的 礼拜 盼望我们的 礼拜是 蒙神 喜悦 照着神 应得 配得的那种 尊荣去尊荣他 上帝 享受我们的 礼拜的同时 我们在礼拜当中 也有体会到 更多的恩典 得到恢复 得到神的应答 祝福 然后我们彼此 也得到建立 能够尊荣神 荣耀神 蒙神 喜悦的 这样的一个 礼拜的群体 愿神 祝福 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